第二天 我刚走出家门 外面的不远处停着一辆车 车上走下来几个穿黑制服的人 此时 我看到了叶萍先生缓缓地从车上走下来 突然 他对我说 不知小姐行李是否有了答案 还没等我开口 他就先开口对我说这件事了 其实 这件事的答案 我还真没有想好要不要转学 舅舅帮我找的学校 是一所颇有名气的贵族私立高中 连有钱都进不去 机会难得 可是 如果我真的进去了的话 不就是明摆着我就是小姐的身份了吗 我正在读的学校 也只有十来个人知道我是小姐的身份 只要澄清就好了 可是 可是 小姐 小姐 叶萍先生一直在催促着我 我回过神来 脱口而出 我 我 我可以明天再给你答案吗 叶萍先生说 小姐 对不起 董事长交代了 一定要今天给个答复 这样我才好去办理手续 此时 我一直都在想 如果按我刚才的推断 肯定是选后者比较对我有利 可是 这座满是市里的学校 我真的要继续搭下去吗 可就是只有这种学校 才可以让我接受磨练呀 想到这里 我内心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嗯 我想好了 我不要转学 我要留下 叶萍先生问道 小姐 你确定吗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呀 我毅然决然地答道 是的 我确定 你回去告诉我舅舅吧 我不打算转学了 这件事终于过去了 我心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 同学们那边 我到底该如何去解释呢 你们认为小梦的选择 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下集解释 敬请期待